我叫刘君安 在本次雷神山的建设过程中 我担任的是一无人制作区和部分道路的项目经理 镜头前这位身穿红色冲锋衣 头戴防护帽的就是刘君安 2月11号记者在雷神山医院见到了他 正月初一晚 刘君安接到了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任务 便立刻赶到施工现场 扛起了医护区建设的重任 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具体施工方案 具体的头子当时的设计还没出来 设计院是连业出头子 那么我们初步碰了一下这个方案 然后我看一下现场 当时来的时候 现场还是整个里面还是原来的这种承受 如果在平时的话 我们大概肯定就是三四百人的样子 那么实际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整个走到一千多人 因为时间特别短 也是在室内做这些这个房屋 所以整个空间的受限 大型的设备用不上 全部靠人工人力来进行施工 所以难道还是很大的 由于施工现场情况特殊 刘君安决定采用被雷粮加工具式行钢的方法 既提高了施工速度 又便于管道安装和后期检修 同时为满足一线医护人员的生活需求 刘君安又摸索出了新方法 我们把传统的这个混凝土结构 或者是钢结构 把它改成了形钢结构 这样呢 避免了这个现场的焊接 和制作的过程 直接成型 这个整个一手接的时间 至少是8天以上 我们在这个板房结构里面 做卧槽间这一款 这一块的防水 以及它的货载的要求 我们采取了这个木质结构架空 和两层防水的这种效果 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的要求 在热水供应上面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空气热水器 集中供热水 这个既满足了这个 医护人员注射的要求 同时呢 又减低了对房屋本身的 后代程度的要求 按照方案 建设用料需要钢材615吨 还有大量的人力 运输后勤等保障 必须在两天内全部到位 而此时武汉正处于封城期 资源组织难度极大 刘君安为此极红了眼 在这种情况特别着急 当时呢也是这个不断的协调 该想的措施都想完了 我们走织了很多辆车 分别到各个高速路口 去接他们 并且自己派的货车 去拉 工人呢 步行到高速口 去把他们接回来 这一千多人 包括这么多的材料 上千吨的材料 都是靠这样一点点 运进来的 我们当时呢 定了 定了一个目标 就一二三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天呢 这个完成整个清理 两天呢 就完成基础部分的施工 三天时间完成整个板庞的安装 两天呢完成安装工作 加在一起呢 就是给了八天时间 为了按时安置完成施工任务 刘君安与工友们24小时赶工 争分夺秒抢抓进度 吃住都在工地 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 要和时间赛跑 多一张病床 就多一分治病救人的希望 吃饭的环境 基本上都是在工地现场 有的就在草地上 但是睡觉呢 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基本上一天 就睡个三个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有的时候就在车上 睡一小时 心里有一个信念吧 和时间赛跑 把按时间把医院 甚至想提前 这是我们医务容辞的 这个责任和医务 我们每早一分钟完成 可能会多救治很多个病人 2月8号 武汉雷生山医院 开始收治转运过来的 新冠肺炎患者 第一批医疗队 也展开了救治工作 经过十多天 昼夜熬战的刘君安 终于松了一口气 感觉他很光荣 感觉他很欣慰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看到第一批军人 这个军医院 看到医疗队伍 进了现场 觉得我们的 这个十代天的这种辛苦 这个高费压的这个劳作 有回报了 希望将来这个医院 多救治一些病人 人心所向 所向拼命 武汉一定能够成功 雷生山医院的建成 再次创造了 与疫情赛跑的中国速度 也定格了 像刘君安一样的建设者们 如眼的倾向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